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 即刻开始在东南亚招聘 未来有机会会在马来西亚CKD哦 近期即刻开始在泰国市场招聘原才 为的就是在泰国市场开设公司 根据原厂之前的计划 预计会在2025年开始大举进军东南亚市场 当然除了泰国之外 马来西亚也会成为其中一个重点市场啦 所以马来西亚喜欢即刻的朋友们 可以准备存钱咯 早前吉利和DRB Hikom宣布会在丹众马林 设计高科技汽车层 未来吉利集团旗下的品牌生产线 都会设在或是搬到丹众马林 其中就包括 WOWOW、Broton Link & Co 等等都会在这里设立生产线 如果即刻来的话 那么会在马来西亚设厂也是有机会的 相信如果CKD的话 即刻的产品价格应该会很有竞争力 加上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对电动车是实行免税的政策 相信即刻应该会在本地有很好的发展势头哦 第二则新闻 Smart Hashtag 3最快会在2024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不久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Smart Hashtag 1 有着非常好的市场表现 订单已经超过了1000张 最近就有消息指出原厂打算打铁车刃 会在2024年引进全新的Hashtag 3车型 如果你是喜欢运动型的电动SUV的朋友 这辆车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Hashtag 1和Hashtag 3在外观设计部分非常的接近 主要的差异就是Hashtag 1是一般的Cross Over设计风格 但是Hashtag 3则是更为运动化的Coupe SUV风格 所以相信Hashtag 3的男生车主应该会更多 而且在内装设计的部分 Hashtag 3也是很有Mercedes Vans的设计风格 不愧是奔驰的设计 你觉得这个内装设计好看吗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当然在动力的部分Hashtag 3会更强 如果你是买到Brabus的性能版 会有双电机全轮驱动的设计 最大马力422hp 峰值扭力543Nm 0-100加速 只需要3.6秒 最大续航520公里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 来到我们的第三则新闻 BYD秀正式在马来西亚预览 预计售价180千起跳 在上个星期BYD正式在马来西亚预览了 他们的Tesla Model 3下手BID海豹 也就是BYD秀啦 这款运动电动轿车 会在2024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这款车在外观设计采用海洋美学设计 所以看起来非常有运动感 重点是轴距达到了2920mm 比起Tesla Model 3还要大 如果是比较在意空间的消费者 应该会很喜欢海豹的空间表现哦 内装设计海豹也是走高质感风格 正格内装会有脊皮材质 也还有皮革混搭看起来非常的高质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BYD车款 一定会有的可以旋转的大萤幕 海外版本也是会支援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哦 如果你是买到顶级版本 新车会有522hp最大马力 622Nm 0-100加速只需要3.8秒 完全不输给Tesla Model 3 最大续航也超过700公里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Model 3还是BYD sale呢 第四则新闻 Volkswagen Arteon正式停产 主要原因是销售成绩不佳 Arteon有着最美的Volkswagen支撑 不过这一款车在海外的销售成绩不是很出色 根据国外媒体报导 这一款车已经在美国市场停止销售 因为在2024年全美国只卖出了1178辆 不过Volkswagen也表示美国市场的Arteon会被纯电动的ID7取代 至于马来西亚市场 这一款车是采用CKD的关系 目前售价大约是马币30万左右 新车采用了2.0L TSI引擎 最大马力达到280hp 峰值扭力350Nm 有4Motion的全轮驱动系统 0-100加速5.6秒实力非常强 不过因为价格接近BMW和Mercedes-Benz的关系 本地的Arteon销售成绩也不算出色 但是也有美国市场的一半 希望以后本地的Arteon可以再撑一段时间吧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则新闻 Nissan Amera北美版确定停产 本地暂时无影响 Amera或者是Versa原本是全世界都很好卖的一款车 但是最近这一款车在北美和墨西哥的销售成绩大跌 因此Nissan已经确定在2025年之后 北美市场会停止售卖Versa 不过在这里要告诉各位的是 北美市场的Versa采用的是1.6L自然进气引擎 和本地市场不一样 至于东南亚 新的Armera是在2019年开始引进 为了达到泰国Eco Car法规的关系 所以整个东南亚市场都是采用1.0L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100PS 峰值扭力152Nm 匹配CVT变速箱 另外主流的配备你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 包括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自动紧急刹车 只是可惜的是没有ACC自动跟车 这一款车在东南亚和马来西亚市场销售成绩也不是很出色 今年截止8月的销量还不过2000辆 但是实际上Armera整体的实力还是不差的 这样子的表现确实是很可惜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觉得呢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和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